在台湾每年有高达15万人往生 过去台湾人喜欢土葬 现在已经改变观念是火化 放置骨灰坛 省下了很多空间 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就是未来灵谷塔恐怕也不服使用 根据统计在5到6年之间 功利的贵位将使用殆尽 当你在高速公路上 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座座夜总会盘踞山头 根据内政部统计 因为迁葬和死亡人数逐年增加 恐怕5年后 台北百亡生者的塔位就会爆满 上演活人和死人争地的窘境 过去魏金山的这座墓园 范围并没有现在这么大 但随着塔位的日益需求增加 范围也跟着扩大 导致原本住在这山头的十几户住家 现在只剩下我们所看到的这5、6户 那边那边也都变造了 有什么变造 那边是因为土地没有安隆 没有金毛山 都抬抬去做的摩阿波 对,中间就做的摩阿波 居民住宅的后方100公尺 就是满山的摩阿波 墓园如火如荼的增建 北市三个公墓一座已经额满 仅剩下两座共5万多个塔位 尤其木炸的富德公墓 仅剩下900多个柜位 明年就无位可供 它的预定地 其实面积大概三公顷多 那我们希望可以兴建大概8到10万个骨灰柜位 为了救急 殡葬处已经规划将木炸富德公墓旁 兴建可容量10万柜的纳谷塔 并另辟停车场移工祭拜民众使用 但目前殡葬处开了两次书迷会 却都没有居民愿意到场了解 新纳谷塔计划停滞不前 运气重 对啦 对啦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边住了好几十年了啦 因为看这个看得很那个啊 你看现在迁走人看 看起来都舒服啊 如果在当口里最方便啊 因为我们住在附近啊 所以你觉得 不会觉得风水不好吗 不会啦 有人认同 但多数居民认为 当地已经有焚化炉 垃圾厂还有墓园 现在又要盖一座新墓区 居民不想再有 不受欢迎的设施入住 如果说没有再新增的 公立的塔位的话 那可能就会不够使用 那民众啊 可能就只能去使用 私立的那个塔位 这个是考虑到 这个市民的这个使用需求 墓园盖与不盖 现在恐怕还需要 再和居民携生 台北地区地狭园筹 又汇集全台三分之二的公墓 现在鼓励环保下葬 一人攀岸帮的就是海葬 或是将骨灰放置在 可分解的袋中 埋在三十公分的土壤下 进行树葬 回归自然 却不占空间 对死人与活人真谛的窘境 也许是一种解讨